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痛风的食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引起痛风的食物 就是Gao 其实我有很多痛风的病人 当问到他们的时候 都发现到他们偏喜欢这几种食物 第一种就是海鲜 其实海鲜包括虾、螃蟹、棒这一些 其实多吃的话都发现到他们很容易痛风 因为这些都是高飘零的食物 第二点就是酒 当他们喝酒的时候 加上海鲜的时候痛风太容易来了 所以那些有喝酒的人千万记得不要加海鲜 这很容易引起痛风的 所以酒不可多喝 如果有痛风要停掉酒 第三点就是糖分 糖分很高其实会引起痛风的 因为我有一个病人也是 他很严重的痛风 痛风到不能够走 后来发现到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 orange juice 甜的 而且这个orange juice在市场上所买的都不是真的 都是糖精来的 所以当吃这些糖精呢 吃太多呢 身体就会引起痛风 因为它是一种酸性的食物来的 而且呢 如果各种的糖 包括各种的糖如果吃太多 对痛风都没有帮助的会更严重 那个我的那个病人你知道 我叫他停掉这个orange juice的时候 加上一些疗法呢 他就好了 所以你看痛风不可以吃太多的甜 第四个呢就是高胆固存的食物也不适合 高胆固存的食物呢 比如说内脏的食物 内脏啊 这些肉类啊 很多油的肉类 它都不很好的尤其红肉 当有痛风的人呢 都要尽量的不要吃这些食物 减少到最低点 ok 第五种呢 就是比较偏酸性的 如咖啡啊 咖啡因的食物啊 或者是 巧克力啊 这一些咖啡因巧克力 茶啊 这些都不应该吃太多的 因为有痛风的人 当吃这些食物的时候 发现到呢 他的痛风不容易好 而且会更加重的 所以这几样食物呢 如果有痛风的朋友呢 记得不要吃 好 他会帮助你更好的 那没有痛风的朋友呢 也不要吃 因为这些都高标率呢 都容易引起痛风的 好 祝福大家更健康